郭台銘他講 郭台銘最近的股票也不太理想 他說這個不光只是一個疫情問題 他覺得還是很多 根本是跟國際的油價有連動性的 油價這部分我們來看 在1998年亞洲金融海嘯的時候 當時油也是一度過生 因為亞洲需求沒有那麼高 三個月達成共識 這一次我們來看 沙國跟俄國之間的摩擦 我們上個禮拜來賓解讀當中 有人認為說表面上 沙國跟俄國是在對抗 但私底下也不排除 搞不好是聯手去對抗美國的業員油 有這樣可能性 那現在OPEC Plus說 如果沒有共識的話 五六月就是距離現在三個月之後 這個會呢也不用開了 你怎麼看到底關鍵在什麼地方 我覺得油價這個OPEC家 他們本身是最實際的 因為他們是攻擊方 攻擊方他們很清楚知道 就是需求方目前來講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也就是說 他們的攻擊在三年前 他們就已經減量了 當時就已經減了 減了大概每一日大概100萬桶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那他們這一次希望能夠減到170萬桶 本來是從這個地方來考慮 那沙烏地阿拉伯他一直是指控 他認為說俄羅斯都是在超賣 也就是說超量生產 那也就是說我今天我減量 但是你也答應要減量 但是你自己都一直在超賣 所以他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話 那他覺得 沙烏地阿拉伯他覺得他吃虧 等於是我的油價控制住了 但是你都賺 然後我少賺 那相對於美國的業務 還創新高了生產量 好 所以這是兩個問題嘛 那第三個問題就在於說 當我的需求量 實際上的需求量一直在減少 例如說這次的疫情 中國大陸的需求量很明顯的在減少 不管是交通運輸啦 工業沒有復工啦 所以私有的需求量一直在減少的時候 對於這個油的供應 當然就要減降嘛 要減量嘛 那本來這個俄羅斯跟沙烏地阿拉伯 也都有考慮要減量 但是問題就在於 沙烏地阿拉伯要求俄國 你必須要聚擔保 也就是可驗證性嘛 那你俄國怎麼可能 我的油價或是天然氣 可以給你可驗證性 那不能驗證性的話 就沒有復興基礎 沒有復興基礎 所以第一談了就談崩了 談崩了以後 這沙烏地阿拉伯馬上就反彈了嘛 那他就說我第一波 我4月份的時候 我就要增量到每日1200萬桶 結果他又加碼 那這樣的情形 對俄羅斯來講的話 他當然也加碼 那有人就開始懷疑說 俄羅斯他這樣做的目的 就是因為要報復美國 那是因為之前美國對俄羅斯的一個 就俄羅斯石油公司 一個子公司 他實施制裁 那我們都很清楚的知道 頁岩油的開採方式 跟這個一般的這個 成本相對高 是不一樣的 是因為抽取式的這種開採方式 他一桶油可能有的國家 他可能才2塊美元 一桶油喔 中東的 中東的他可能2塊 所以他可以跌到20塊 也就是說你會看到說 為什麼以前油價可以跌到20塊 他還有利潤可賺 那是因為他抽取的時候 他的成本很低 可是頁岩油他是用這種水加 那個化學天花劑 然後用膨脹的方法一擠出來 可是他一擠出來就要全部開採 油脂又比較差 又要一次開採 所以他的成本基本上 都在50塊左右 油只要跌破50塊 那你頁岩油的工廠 如果你的資金鏈又不夠多的話 你就準備就破產 如果利潤還要談的話 關鍵是在普丁身上 我覺得在 應該是在特朗普身上 也就是你特朗普你對俄國 你到底是什麼態度 這個包括那個北溪那條管線 然後到德國 中國烏克蘭 還包括對委內瑞拉 也就是說你美國對於俄國 不阻止北溪 不阻止南溪 也就是南流啦 往土耳其的那條 都不阻止的話 那也停止對俄羅斯的制裁 那俄羅斯很有可能 就放頁岩油一碼 那放頁岩油一碼的話 那他當然就可以藉由說 我們談判完成 大家都各自減產 讓油價維持穩定的一個方式 因為他油價要減產 是要考慮到你需求量 有沒有恢復的問題嘛 你需求量如果全世界 全世界的需求量沒有恢復 你要減產多少 那他是根據需求量來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看的話 我覺得關鍵不應該是在普丁 還是應該是在特朗普 不過很多時候 談判是不見棺材不掉淚 你還不知道五月會費會怎麼樣 我補充一下賴教授 因為這個 這個我們簡單一句話叫做 趁你病要你命 就是說今年是川普要選舉 那石油產業 基本上是親共和黨 也是川普的金主 那葉遠有他的集資模式 跟Erikson那種大石油公司是不一樣的 他大部分是透過發公司債 然後人家就納入高收益基金 那現在因為全面下跌嘛 所以能源股也是大跌 所以很多高收益基金會違約 能源基金一段違約就是至少兩成 是啊 所以還連動到你的金融危機 所以你看油價跟金融的連動性是非常高的 當然有人覺得說對於生產製造業 對於疫情後期要恢復生產的時候 是有幫助的 但是就要看你怎麼做權衡的 川普說到時候可能採用關稅的武器 他的牢武器 憲憲你怎麼看 我覺得他的真的是招式用牢 我昨天知道要討論這個問題 我就認真地把我前幾天畫的一個圖 準備了給大家看一下 下次可以讓我們直接幫你做個圖表放在電子上 因為這事情是不是有點複雜 就是說石油它牽涉到兩個層面的戰爭 一個是實體的石油 一個是它在金融交易期貨市場 所以說如果我們仔細去看它的話 在經濟這個部分 當然剛才賴老師跟郭正蘭都講了 供需都很重要 可是不要忘了從2000年以來 油價中間有很大一部分是能源政策 是價格訊號 大家要去做新興能源的時候 就把油價拉高拉到一百塊一百二十塊 希望用此來去讓再生能源有個機會 那麼所以說油價它跟供需 本來就沒有什麼大差別 所以我在這邊的這個經濟這邊這個表 就是石油它其實在跟其他的新興能源在競爭 中間最重要的是一個業油眼 所以你看這個表的這裡是俄國跟沙特 我先幫你借放一下好了 每個人專用的擺著 就是說夜油鹽跟沙特呢 他們中間的差別是在這樣 就是夜油鹽它要到差不多48塊 是它的Price Equilibrium 所以它低於48塊的時候 它就產生問題 那現在你可以看得出來 俄國跟沙特聯手在打的是要打到25到30 這個區間 是要把它打到30塊以下 美國的夜油鹽這個產業呢 可能就要有崩盤的危機 崩盤的危機在這底下 我有畫一個聯動 就是說夜油鹽跟它的高收益債也是聯動的 對 就是後來郭正亮講的 他們絕大部分的高收益債裡面 有就是包括它的炭刊的器材 新的能源公司 所以如果說它發生了問題 那不但是你的實體經濟出問題 金融這裡也出問題 金融市場這裡是主張的是交易 期貨 市場預期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國現在如果用幾個字來說明它的話 它是負倍受敵的 實體的石油這邊 有兩個想要把夜油鹽這個產業 也一次避其供於一億的 俄國說了 它如果在25跟30這裡跟你打 它可以打10年 預備了10年的子彈 6到10年 就是非要把它拉下來不可 可是另外一邊 就是石油美元所做的霸權 全球以美元來交易石油這個霸權 我曾經在你的節目上說過 歐元區剛出來之後 希望有歐元美元 後來被科索沃戰爭 把它這個計劃延遲了 大陸在2018年 開始有上海的人民幣 就是Petro Yuan 就是人民幣石油的石油人民幣 所以 那麼現在是不是一個機會 新加坡的奇交所 是不是也開始大量的在用 其他的貨幣 所以你在左邊這裡 金融這裡 是石油美元的霸權 跟其他的認為說 我不能夠在 實體交易上面 受美元載制 在能源上 受石油美元載制的 這些其他的所有的國家 也希望能夠在這個機會 有一點可以去修改的機會 所以我最後用了 黎劍南的方式下了四句話 薛淺姐有寫詩 我就是寫了四句話 就是股債貨幣內外聯動 它影響了股市 影響了高收益債 高收益債跟國家也是聯動 然後最後影響的是美元 股債貨幣內外聯動 所以它在內也要打 外也要打 再來是 父輩受敵 招勢用老 美國的工具招勢 事實上是 父輩受敵招勢用老 所以六月 如果歐佩這個還要有 很批 很批 衝突落選 所以六月份到時候 正在會談判桌 是誰比較心理想回來談判 USA 我們回來聊 MING PAO TORONTO